《藍色循環》項目回收了超過10750吋的海洋廢棄物 其中有2247吋的塑料廢棄物 它已經替代了我們的新料 也有很多人拿我們的新料或者是陸地的料來充當海洋塑料 那麼這個的話對於我們整個海洋塑料的市場應用的推廣的話 是會有一定的難度的 那麼就是如何證明我的塑料來源於海洋 是不是消費後的 那麼為此在我們藍色循環當中就應用到區塊鏈技術 同時我們的這個數據都是去中心化存儲在各個分布節點 保障能夠不被篡改 在每一個環節我們應用可視化技術 能夠確保我們的這個海洋塑料的原料 保障在每一個環節能夠被追溯 可以知道是誰收集 誰轉運 存哪裡 誰運輸 誰製造 誰再生 那麼從而可以對於我們海洋塑料在市場上的應用能夠擴大範圍 發動了6312名沿海的低收入群眾及漁民 200多艘漁商船加入到了我們藍色循環當中來 我們用經濟的力量來吹動我們前端的這個收集 提高他們的回收動力 減少我們整個海洋廢棄物 最終讓我們實現能夠不再從海洋裡撈垃圾的這個終極目標 我們希望藍色循環的模式和收集網絡 可以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複製推廣 引領帶動更多的人參與到海洋廢棄物的治理行動當中來 讓我們珍惜地球家園 讓我們消滅塑料污染 然後渡量就是我們的破口 我們下課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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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可以怎麼這麼做 我們下課觀看 把它們來幫助